看一部电影《提摆为人生》 这里是唐思琳说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短片完美制造机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一位身披黑色披风 头戴黑色帽子的陌生人 来到了一家神奇的镜子商店 店长大叔连忙迎客 陌生人在他面前脱下外套摘掉口罩 原来啊是一位胖女人 胖女人随意来到一块镜子照了照 身材平平很普通 屁股上的肉还是没有瘦下去 大叔指了指另一块镜子 胖女人一看大吃一惊 比刚才的体型又瘦了一圈 他还是有点不满意 摇了摇手 大叔想了想 拿出了他们店的镇店之旁 在第二块镜子的基础上 增添了风雄提臀 外加瘦脸和大眼 简直是完美身材 胖女人心满意足地买回了家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他感到无比的开心 忍不住伸手 触碰了镜子里的兽女人 没想到这一碰 就被兽女人拉入了镜子 画面一转 兽女人从镜子里爬了出来 他顶替了胖女人 住在了胖女人的家里 他想给自己找一件衣服 可是尺码都是他四倍宽 他找了很久 最后灵光一闪 把一件大尺寸的衣服 丢入了瘦身镜子 结果衣服就变成了小尺寸 刚好和他身 既然如此 他索性把胖女人所有的衣服 都用镜子置换成了他的尺寸 接着是胖女人的家具 书本 宠物 都被他一一丢入了镜子里 换成了他想要的版本 完工后 胖女人的家 完全变成了 瘦女人想要的样子 除了他手上拿的照片 胖女人和他老公的结婚照 瘦女人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丢到了镜子里 换成了一张俊男靓女的照片 瘦女人的婚后生活 除了要应对家庭琐事 还要面对他老公出轨的事实 那天他老公回来 带了新女友 瘦女人愤怒 对他大发脾气 结果他们却递上了离婚书 瘦女人感到无比的伤心 与瘦女人情况反差的是 生活在镜子另一端的胖女人 却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遇到了一位 不嫌弃他身材的心仪对象 这幅场景 着实刺激到了瘦女人 瘦女人一气之下 推开房门 把他老公丢入了镜子里 换出了胖女人的对象 他抱着胖女人的对象心满意足 可是对象却摇摇头 说他不是自己的女朋友 瘦女人望向了镜子 胖女人也用落寞的表情望着他 胖女人站起了身 他开始朝瘦女人走来 估计是要把瘦女人换回来 这部短片虽然很短 但是却十分具有现实思考意义 在这个颜值既是正义的时代 大家似乎对美都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瘦 大眼睛 脸小等等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 有钱的去做了美容 没钱的靠着修图 可是这些就像镜子一样 反射出来的都只是你的表面 不否认 较好的外貌会让你拥有更好的优势 可是对于真爱来说 你们未来的相处 可不仅是靠着美丽的皮囊 就可以维持久远 因为人会变老 而你的身边也会出现 下一个比你好看的人 所以对胖女人来说 她并不是需要一块瘦身魔镜 她真正需要的 只是一个不在乎她身材 愿意陪她一起生活的那个人 好了 今天就废话到此 下期见了